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继续来 录JIMP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各位看到这个有一个黑色的边框 我们称之为黑色边框的画 这是原始的照片 我拍了原始的照片 然后你看我们加上这个效果之后 有没有感觉,有种画的 黑色边框的画 那核心在这个东西 你怎么做出一个 这样子有一个 本来是这样的照片转成这样 是一个边框为形式的画面 然后再跟它配合 这一张跟这一张,用一个什么枪类光源 那另一种做法是这个 这个其实有感觉,但它比较简单 就是用覆盖 就是 这当然思考比较多啦,但我今天 核心在于怎么把这个做出来 你只要把它做出来 再跟 再跟原始的照片配合 用覆盖就可以有一个 边框效果出来 这是我们首先 今天要讲的部分 那我们 假设新增好不好 新增一个 档案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这张照片丢进来 这张当然是我找好的照片 丢进来保持 OK 那这里有一个导览 你按这个导览 你就可以稍微收小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 照片的大小 这个地方是 所谓的 画布 或者影像的大小 显然 图层比画布大 那我的习惯 我会把图层 令图层合乎图片的大小 有没有 这黄黄的已经变成一致了 刚才黄黄的比较大 其实也就是说把图层裁剪掉了 就是这个概念 好 那首先是要处理这个地方 然后我为了教学效果 我都会复制一张 你也不一定要跟着做 复制一张 所以处理这一张 那要怎么处理那个边框的效果呢 首先呢各位看着 颜色一定要先把它转成 这个去饱和度 这边有一个去饱和 其实也就是灰色 也没关系 颜色 去饱和度 有个去饱和 没看到 就是灰色的确定 没有 这边是灰色 那这个让我们 然后我再跟他复制一张 这为了让你做对比 那为了等一下效果比较好 对比 调调的明显一点 所以这里 好 然后呢我们就是颜色 颜色 我们今天用一个所谓的对比 这个地方 contrast对比 亮度跟对比的功效来处理 这个地方有个对比 稍微拉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画面 它是有些变化 拉到9好了 对比跟他大一点 OK 对比稍微强一点 好 然后呢我们再跟他复制一张 这是为了效果而已 对比有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用什么 滤镜 滤镜里面有一个边缘 这个边缘 边缘 这样就可以把边缘出来 哦 你看对比效果大大一点 它这个边缘会比较明显一点 你当然也可以这个地方处理 那我没有处理那么多 比方说加2 就比较粗一点 对那个边缘就会粗一点 好 那OK 确定 就长出来了 就是这一个长出来了 但这还不是我们要的 这还不是我们要的 我再跟他复制一张 这里 那理论上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要黑色的边框 是不是要黑色的边框 这是白色的边框 所以呢 再过来颜色 反转 反转 就是黑的转成白的 白的转成黑的 或者明度反转也行 因为这是黑白的 反转 有没有 这边就变成黑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白的 黑色的框线是我们要的 已经出来的 有没有 有 好 那再复制一张 你不用学 这只是为了教学上方便 好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很多 很杂的东西 有没有 你不希望 线条那么的 烦躁 好 那怎么样处理呢 各位 这里有个颜色 这边有一个threshold 就是它会把所有的东西转变成黑跟白 以50为核心 你比方说 你看 有没有 黑的就开始多起来 有没有 黑的就开始多起来 然后往这个地方拉 白的就开始 白的就会更 白的为强势 那这个黑的为强势 那就是黑白两个颜色 看你要怎么样 至少刚才很 有各种灰啊 有的没有的 转成黑白两个颜色 OK 确定 好 就是这样子 这不交出来了吗 这一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个明显的边框 就把其他的都先 这一张跟这一张 对不对 把它这一张点它 什么 覆盖 好 我们说这边是变亮 这边是变暗 这边这个就是说 暗的暗 亮的亮 基本上就是 你感觉是比较接近原来的 这两个 是以下面的为主 其他的是以上面为主 好 那我们即使下面是比较重要 对 我们用覆盖 点它 点它 在这个模式的地方跟它挑 覆盖 有没有 一个基本样子就出来了 我再让你看原本的照片 有没有 这是原本的照片 有没有 一个有一点那种框线 架进去的感觉就出来了 这是我们基本上要 要处理的 好 那我们再复制一张 这一张要跟你讲什么呢 好 如果我们是 下面这个地方就比较复杂一点 比方说我们用强烈光源 你会看到 我们说 下面这几个 是以上面的为主 所以因为它是黑跟白 黑跟白就会沾很强烈的东西 那怎么办 好 这里 我们先把 因为这是黑跟白 对不对 这里是黑跟白 对不对 我们把颜色 然后跟它什么 亮度 亮 取消 不是 这边是颜色 颜色 我们跟它用曝光 曝光往下 曝光往下 它整个就会变黑 看到没有 因为曝光 这边曝光之后 它就没有那么黑跟白了 既然没有那么的黑跟白 我们所谓强烈的光源 就可以打进去了 这个已经是比较进阶了 我也只能跟你讲 因为刚才这个是黑跟白 所以你用复制 用那个覆盖可以 那你如果用强烈光源 是以上面的为主 黑跟白就照不进去了 照不进去了 所以你把 黑跟白变成 曝光减少 就变成灰 那你一旦变成灰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颜色就可以 用强烈光源这个模式 是不是颜色就可以 逐渐打进去了 那就看你的颜色 要变化到哪边 你就可以逐渐自己调整 那个框也还在 假设我这个是很不错 确定 这样就出来了 两种不同的模式 还是有差 我再看一下 比方说这一个 这一个 跟这一个 有没有 这是我们刚开始做的 比较简单的 这个就比较 感觉起来比较 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这样子 颜色你可以比较 刚才调整颜色 比较可以随心手意的 调整它的一个 变化的可能性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然后就是有冰框 有冰框的一个图像的一个绘制 好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